李渊在晋阳宫布置好了人手 然后招王威和高军雅进来 怎么的 开会 相谈甚欢的时候 刘文静带着一个叫刘正慧的地方官来了 干什么呢 说是要给太原留守李渊举报有谋反者 李渊一听说 有谋反者 来 赶紧把你那状纸给我拿上来 那么他让谁去拿呢 让王威去拿 结果刘正慧不给 刘正慧说什么呢 刘正慧说 不行 这个不能交给王威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告的就是他 这个李渊还佯装大惊失色的 不会吧 还会有这种事啊 拿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什么呢 说是王威和高军雅勾结突厥 意图打破太原城 是这样的一个罪名 结果王威和高军雅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 跳起来指着这个刘正慧等人的鼻子大骂 说这是反贼想杀我等 但是对不起 这个时候 你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怎么呢 李世民早早已经带兵把整个晋阳宫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刘文静等人上前 将王威和高军雅都给抓起来了 投入了监牢 刚抓起这个这两个人的时候 整个太原城搞得是人心惶惶 老百姓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怎么着 为什么呀 怎么留守把两个副留守给抓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后来听说是因为勾结这个突厥作乱 谁知道真假呀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厥人还真来了 有几个突厥骑兵啊 甚至一度进入了太原外国城的这个城门 这下子整个全城一下子爆发了 这等于是一下子把王威和高军雅 这两个小的罪名算是给坐实了 说你俩勾结果不起来 你俩刚一被抓突厥人就来了 对不对 那毫无疑问呢 那罪名肯定是真实的呀 其实要我说这两个就是纯倒霉 这事应该是个巧合 总之一句话 这下子群情计讹 于是 李渊下令 将他们两个斩首 示众 这就等于公开的 举起了反叛的旗帜 这一天 是大业 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一十七年的 五月甲子 五月十五日 这一天 注定 将载入 史册 杀了 王维和高军雅 等于是 正式举起了 反随的大旗 这一天 我先冲